人美心善 孙颖莎就该拿冠军 赛后发言给王曼玉留足了面子 什么叫国平一解 什么叫世界第一的胸团 世界杯女单决赛孙颖莎4比3 超级翻盘 决杀逆转王曼玉夺下冠军 这个冠军的含金亮一目了然不用多说 而在本次莎莎夺冠之后 他的赛后发言也是让刘国梁 让国平教练组 让马林李笋非常感动 因为孙颖莎虽然是胜利者 虽然4比3赢了 可是他的发言也给王曼玉留足了面子 当时就在赛后站到场边 孙颖莎接受了采访 他直接就表示说 首先这场比赛 他觉得双方都发挥出了最大的实力 打出了一场最精彩的比赛 他说不管结果如何 不管谁出谁赢 我和王曼玉站到决赛的舞台上 就都是胜利者 孙颖莎上来就是一个表态 说虽然这场比赛他赢了 但双方都是胜利者 就没有提到王曼玉输掉比赛的这件事 说双方都赢了 可以说这已经很给王曼玉面子了 他也特意强调双方彼此之间都很熟悉 因此打得很激烈 包括决胜局 他领先被追上 或被调整心态拿下 都觉得是自己已经尽了全力 后面本来现场的主持人 让孙颖莎说你跟这些一直加油给你助威的这些粉丝们说些什么 孙颖莎却说感谢大家为我和曼玉进行加油助威 随后才是提到了澳门是他的福利 感谢大家对他的支持 比赛当中他听到了这些呐喊 但是我们看到他两次提到王曼玉 一个是双方都是胜利者 并没有说王曼玉输了 还有一个是感谢大家支持我也支持王曼玉 感谢对于我们双方的一个呐喊 主持人问的是你怎么看待球迷们给你加油 他却说感谢对双方的支持 就这种情商才是孙颖莎 现在能够取得这种成就另一个重要的原因 什么叫国平一解 什么叫世界第一 是不是人美心善 不仅仅赢球 不仅仅实力强 最主要的是还懂得给队友留面子 情商也很高 那么他们请不吝点赞给我们 这就能帮我们一来 我们下期望 我们下期望 谢谢观看